濕熱體質的特徵和飲食建議 濕熱體質以臉、臼、膠、油光、口苦、舌胎、黃利、有座瘡粉刺、經常感到口乾、 眼睛紅尺、性情急躁、容易發露等,這些表現作為主要特徵。 還以認為這類人體內轉化率較高,但代謝廢物未能及時排出,即瘀製在身體內。 養生原則因此要以清濕消逐、散熱洩火。 濕熱人應該保持居住環境要乾燥通風,要培養良好和有規律的生活習慣, 避免長期捱野,保持大小異變暢順。 戒煙酒,多做高強度運動,以防止濕熱動墜。 濕熱人應該適當地做刮沙、拔罐、艾舊、藥物膚貼,有助去除體內的濕氣。 濕熱人,飲食習慣以口味清淡為主,盡量多選用清熱化濕, 性平偏甘寒的食物。 包括芹菜、白菜、黃瓜、燕菜、包心菜、通菜、絲瓜、蕃茄、蓮藕、 葫蘆、冬瓜、琵琶、蝦麥瓜、西瓜、馬蹄、赤小豆、 綠豆、福寧、伊人、馬蹄燕、海帶、鴨肉、甲肉、 汁魚、蓮子等。 至於既食的食物,包括有生辣、刺激和油膩的食物, 例如羊肉、韭菜、生薑、辣椒、胡椒、花椒等。 至於大熱大寶的食物,都要盡量避免。 平時的條理是以促進生理排泄為本。 關於減肥,既是濕熱體質,而身體偏半, 你的體型不但肥半,而且臉夠油光,會生很多座瘡, 如果能清化濕熱,分燒走蝕,減肥、青豆一舉兩得。 盡量小食肥理食物,盡量介甜品,以保持良好的消化功能。 避免水濕內停或濕從外入。 濕熱體質的人,適合做一些大強度大運動量的鍛鍊, 例如中場跑、游泳、爬山、各種球類。 以可以消耗體內多餘的熱量、排泄多餘的水分,達到清熱除濕的目的。 推薦給你的食物包括綠豆、黃瓜,這類食物是幫助排毒清熱的。 至於禁忌的食物,包括油脂含量很高的各種油炸食物、煎炸食物。 有胡椒、辣椒、花椒、水煮魚、羊肉串等等。 這些新辣、助熱的食物都是不適宜食用的。 musi不測念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